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呢,我想出的是我的room tour的那个第二集 然后今天呢,是想和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厨房里面的一些收纳布局啊 大概就这方面吧,我厨房有什么 然后其实我之前也有拍过一个厨房的tour 应该是我刚开始拍视频的前面几个视频 那跟现在比呢,还是会有一些区别 但区别也不是说特别大 那我们就开始往下看吧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家的厨房 我们家厨房和客厅是在一起的 是个开放式的厨房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冰箱,水池,柜子 上面是橱柜,两个橱柜 还有一个就是托牌油烟机 就是之前的一次拍的视频 有朋友问托牌油烟机在哪 那托牌油烟机就在最右边的这个柜子 它是坐在里面的 然后下面也是烤箱和这个旁边那个也是一个柜子 大概就是这样 那我们就先从这个冰箱开始说起吧 冰箱里面的话 我想和大家说的一点就是 我自己是根据我自己的使用习惯 我有把这个冰箱的这个板有调高度 我调的高点确保一些酒啊什么可以这样直直的放进去 所以如果你自己的冰箱的话 你也可以调一下它这个格间距 像我这一块就多出来 我就直接把它放在上面 就是这样 这样的话就是你就可以每一个放你每一个东西 比如说第一格我放的是干货 第二格放的是冰糖黄油 第三格放的是一些菜 剩菜 然后这最后一格这边的话 我放的就是酒啊什么饮料 类似这种 然后这边呢就是火锅调料 然后这个里面呢就是放的是我肉松啊炸菜啊什么的 这个是我想说的关于冰箱收纳的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我觉得有一个想要说的关于冰箱收纳就是鸡蛋 就是我就是说大家可以把那个买回来鸡蛋 把那个盖子啊把它剪掉 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收纳鸡蛋的地方 而且你一眼就会看到你的鸡蛋有几个 比你用把盒子盖上塞在这个冰箱里会更好一些 这是我第二个想要说的一个收纳技巧 第三个的话就是你可以试着在你的冰箱里面放一些类似 这种盒子这种篮子来进行一个收纳 这样看上去就会相对来说更加整齐 像我买了这种就是保鲜盒 然后这种保鲜盒其实质量并不是很好 如果你真的用它来放那个剩菜啊什么肯定是不行的 对吧 放饭啊什么会有味道 菜饭会有味道很油腻洗不掉 但是你可以把它放干货 比如放枸杞 放这个叫什么红枣 都是可以的 这些就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或者你可以放像我给大家看一下下面 我再拿系统把它一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 比如说放我切好的蒜 切好的姜 葱 还有香菜 就是你可以用这个收纳 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然后这个就是我想要说的关于冰箱方面的一些技巧吧 不能技巧就是我自己个人的感觉比较好的一些想法 然后这边的话是放我和我老公经常用的杯子 对我老公用这个杯子 是因为我之前我老公是有属于他自己的杯子 但是他就是一直会把他的杯子给摔了 就是洗碗啊什么的 洗杯子的时候手一湿 就是会掉在那个会撞到 比如说这个上面啊 或者掉在这个水池里啊 他就碎了 所以后来呢 就是我老公就说他用塑料杯 所以这个杯子就是他的 然后我的话就是用这个杯子 还有就用这个杯子 这是我们 我经常用的杯子 就是把它放在这个这个台面上 这样的话会比较的容易拿取一些 然后这边都说过了 就是我喜欢放一个篮子 然后这边是洗碟巾 然后抹布 还有就是洗碗巾 大概就这样 这样的话看上去会比较的干净清爽 然后就到下面了 这个地方应该是比上一次要更乱一些 然后但是呢就是像这个 它本来是一个垃圾桶 但我自己个人不喜欢 不想把这里面当做垃圾桶 因为我觉得有一些 我自己承受不了 就是垃圾密封在那个里面 因为我这里面是想放东西的嘛 但是和垃圾放在一起的话 我心里有一些障碍 所以呢这里面就变成我放那个 这个这个叫什么 这个就是那个支架啊 手机支架 还有这个是打气筒 还有就是那个戴森的一个可以固定的 那个吸尘器可以固定那个东西 就把它放这边 就这样 然后第二个想要和他说 跟大家说就是这个里面的这个 就是所有电器的说明书 其实那个发票和说明书 其实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扔掉的 但是呢我又害怕 我又不想扔 所以呢我就把它全部放在一个文件夹里面 这是我们家所有的电器 文件夹里面就可以放在这边 这样看上去相对来说更加干净整洁 然后这个这些呢 是我之前的一个床单 它弄脏了 没有办法洗了 所以我就把它剪成一块一块的 然后可以当八步使 就拖地啊 比如说有的时候不小心菜 就是溅到地板上什么 你直接就把这个东西 把这个一擦了一扔就可以了 所以就放这边 然后这里的话就是 我老公就是弄钢盔用的工具 然后这个是红药水 是那时候疫情的时候买错了 本来是想买那个消毒液的 买成了红药水 所以也只能放在这里了 然后这些就是清洁用品 然后这些就是刷子啊什么的 就擦卫生间啊擦厨房啊 大多数都擦卫生间的东西 然后这边就是吸尘器的几个刷子 这个是那个擦皮鞋的油 然后这个是多余的洗碟精 然后这里面就是一些工具 就是我不是买了宜家的 还有买了我们这边YESC的一些家具嘛 它都会有送这种 这种东西 我都没有把它扔掉 我就全部都留着了 这是想以防万一用的 然后里面就是一些工具 然后下面的话就是宜家的一套工具 主要就是我安装工具 我需要这个榔头 所以就买了这样一盒 大概就是这样子 其实这个布局是可以更好的 比如说你买一个宜家 或买一个架子 然后你可以把这些东西放上面 然后这些东西矮的东西就推下面 这样看上去肯定会跟你干净整洁一点 但是我没有买 就没有想就是懒得去买 所以就一直拖到现在 但这样的话也是可以的 就是我自己的收纳方式 就觉得最好的方法 就是说不要把东西藏都看不见 就是要一目了蓝 这样的话你才会对你自己有多少东西 然后有知道 否则的话就会存在一些就是明明已经有了 但是你又会重复购买 就是因为东西看不见 而且东西越是能看得见 你越是会用它 东西越是看不见就越不会用它 就我打个比方吧 就是我吸尘的时候 以前我把这三个东西 比如说没有摆放出来 不要塞在其他地方 我这三个头我就是不会用 但是呢 如果我把它放在一个非常显眼的位置 这样摆好 这三个头我就会比较露 就会一直用 因为我看到了嘛 拿起来也会非常方便 所以我就会经常使用它 就是大家应该明白 就应该明白 就是说越是显眼 越是放的比较的 你能拿得到 越是看得到 越是容易拿 你越是会容易用 越是不容易拿的东西 你越是不容易用 大家就这个意思吧 好了 然后我们就到了上面 上面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放我们家的碗筷的 大家就这些吧 最上面呢 这个小的呢 是放我们家的一些纪念品 比如说放的是 当然是放我老公的纪念品 因为我老公一直是在 大学就在国外欧洲读书的嘛 所以他有一些什么实习的徽章 还有一些那个读书的时候的 一些别着的那个徽章 社团绘章就类似这种东西 我就帮他放在这个里面了 就是对他也是个纪念 我有问过他要不要扔 他说他要留着 那我就给他留着了 然后这个大的里面呢 都是一些不用的3C产品 就是不用的坏掉的手机 不用的手机换代的手机 还有一个iPad 就大概就是那些不要的3C用品 我就先放在这里面 就还没有处理掉 然后下面这些就是我和我老公 所有的碗 大概就这些 反正两个人是肯定够用的 但是如果是一家四口 肯定是不够用的 就是但是我跟我老公 就也没有其他人嘛 所以这些碗是绰绰有余了 而且这样放还是非常干净 但是如果以后的话 我做橱柜我就不要这个东西了 我还是想把它做成架子 这样的话其实碗啊什么 可以放的更多 就是这样的话 我这些碗只能一个个这样竖着放 这盘子 就是放的就是不是特别多 就是只能放几个 大概就这样 然后就到这边吧 这边呢上面就是放药 然后这呢是一个那个水瓶 本来本来呢我是不是看到很多人买那个 就是可以过滤的嘛 就是这个水你知道的是可以过滤的水 然后我就在超市里面就买了这个 可以过滤水的这个这个瓶子 我觉得哎 我虽然喝桶装水 但我觉得再过滤一遍 肯定是那这个水质肯定没话说的 没有想到质量太差 我这个我把这个桶装水过滤进去了之后嘛 滴出来那个水里面是有黑色的活性碳的 我想天哪那那这多吓人哪 那那肯定是不能用的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很伤心 我就觉得我买了一个废物 哎我怎么会买一个废物呢 然后我就发觉这个东西其实也挺好用的 比如说 嗯炸果汁 哎我就把那果汁西瓜 沾什么球放在这里面 然后放冰箱里 或者炸苹果汁啊 就炸胡萝卜汁啊 就放在这里面放冰箱里 这样的话就可以经常倒着喝 然后我突然间就觉得很开心了 我就啊没有浪费钱 大概就这样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是不是这样 这个时候有会觉得 买了一样你就是本来你觉得应该会挺好的东西 然后没有想到这个东西不好 然后你就会非常非常的郁闷 然后以至于就是凶懵 你就会觉得后悔懊悔 然后非得得把它 怎么说呢 换一种方法吧 就是如果你能想出别的使用的方法之后 你就会特别高兴 你就觉得那钱花的是挺值的 但是这样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可以看到这个蓝颜色杯子 就是我以前用的杯子嘛 但我现在一直都是用这个杯子 所以这个杯子呢 我就放在里面了 但前面这两个杯子是给客人喝的 但是现在你知道谁 我没有客人嘛 也不会客人也不会来我家里嘛 所以就先放着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 等于说这边是我不用的 或者给客人的杯子 然后这边是我和我老婆还是要经常用的 就是两个酒杯 然后这个就是那个茶壶和两个茶杯 我们用它来喝茶 然后就喝米酒 就可以看到冰箱里不用很多米酒嘛 我也用这个小杯子喝 是不是特别可爱 然后下面就是电饭宝和炸汁机 这个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但我们家的杯子也不是特别多 对老实说不是很多的 我有挺控制自己喝杯子的 不喝杯子喝买杯子的 然后这里面就是托盘烟机了 然后我们就看下面 下面的话就是筷子啊勺子 我比较推荐用这种 就是这种不锈钢的这个筷子 为什么呢 是因为木筷子你要一直换的 你每几个就换一下 而且这个木筷子非常容易发霉 或者有味道 就比如说你吃了火锅 然后你把吃了火锅 然后那筷子上面就会有一股火锅味 就是那个麻辣香锅味 但是这种不锈钢的筷子 是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问题的 对 所以我还是挺推荐买这种筷子 其他就没有什么好说的 对吧 哦 这个是我双利人刀 哎呦这把刀真的挺好的 又轻然后又锋利 然后之前的把刀已经炖了 然后我就把现在就找不到磨刀的地方 然后就没有办法磨 然后我自己就懒得买那个磨刀石自己磨 因为我之前有个磨刀石 然后就坏掉了 而且我觉得自己磨也磨不丰润 就是特别是切一些肉啊 什么连筋的那种肉 根本就切不掉 然后很容易就切到自己的手上 所以就算算了 那就重新再换磨刀吧 然后下面一格就是 嗯 全部都是零食的 方便面 然后我先把方便面这样放 这样放呢 你就会知道你每一种面 你有哪几种面 比如说火鸡面 牛肉面 对吧 这个是什么面 忘记了 对吧 还有就是这个 出钱一丁豚骨面 然后我就觉得 哎这样放方便面特别好 你就会一目了然知道你有多小面 然后以前我是从来不囤这些东西 不囤过的 但是自从疫情了之后 其实在这方面还是改变了我 对 我现在就喜欢就是囤吃的 然后吃完了之后 然后再囤吃的 大概我一个月买一次 大概就这个情况 然后再这个里面就是我的花茶 玫瑰茶 桂花茶 菊花茶 茉莉绿茶 这个就是喝睡觉的 这个茶 还有就是这个是 这个是红茶 然后这个是薄荷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的锅子 这里面呢 都是我用来电就是防烫的 这个这个是防烫的 电盘子的 然后这个防烫的是电那个 是那个我买那个茶壶送的 所以呢你要喝茶时候呢 你就把茶放在这 茶壶小杯子放这里面 这样倒的时候呢 那个水溅出来也不会溅在桌子上 就溅在这个毛巾上面 然后后面这个呢 本来是想做寿司的 是做寿司的 但是呢我也是用来做那个格勒垫的 所以大概就这么三个格勒垫吧 然后这里面就是我的锅子 小锅子 然后这个呢是汤锅 我用来煮汤的 然后下面一个呢就是平底锅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奶锅 这两个小锅子 两个大锅子 这里面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然后就是烤箱 我们就看这边 先从上面开始看 然后这里面就是放的是我的面包 这里面放的是我的水果 为什么把水果放这里面 我现在水果是这样的 就是我一定要 每个水果洗好了 洗干 包括橘子什么 我都要用那个盐和小苏打 搓一遍洗干净了 然后再放在这个篮子里 然后因为是湿的嘛 所以下面要垫这个 可以吸水 大概就这样 因为现在有疫情嘛 就是就不太好 像到其他的话就没有什么好说 然后这边放就是面包 这个墙壁好脏啊 然后就看下面 下面的话可以 这是调味料嘛 然后我现在的方法呢 还是把那个 我还是买了那种 这种玻璃收纳柜 去收纳那些多余的调味料 就是我以前的话 就是原包装放在那个保鲜膜里面 然后就放在一个小篮子里面 我现在还是觉得放在 这个罐子里面会更合适一点 所以我当时 后来我就买了这个罐子 这边就是面粉 这边是盐 这个里面是多余的糖 这是我平常用的糖罐子嘛 这里面是多余的糖 这里面是多余的盐 然后就是定粉和这个苏打粉 然后就是米 这个是多余的米 所以我们这边买米呢 都是就是这个包装 这个量 就这么一点点 就吃完再买吃完再买 就这样 然后最后呢 就是这边就是一个炸汁机 我用来炸什么胡萝卜汁 黄花汁西瓜汁的 然后呢就是这个是蒸 蒸格 就是因为我现在买 如果是买外卖的话 我这外卖买回来 我必须就是要 要隔水蒸一下 对 就是我觉得这样的话可以杀菌 就是我觉得疫情之后 人与人之间就有点不太信任 我不太信任这个 外卖买回来 那个会不会这个厨师 会不会得了新冠啊 或者送外卖的会不会得了新冠啊 或者是这个 这个盒子上面是不是有新冠病毒啊 所以我买回来 我全部都是要隔水蒸的 然后这里面就是打蛋机 还有就是这是做烘焙的 然后就保鲜膜啊 这个就这些 大概就这样 然后这个就是我的厨房了 大概就已经说完了吧 然后下一期的话呢 我会说一下我的衣柜 然后还有我的房间吧 大概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系列就可以全部都完成了 所以说希望这个视频可以对大家有些帮助吧 然后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比较新的一些灵感 这样子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可以收藏 点赞 转发 好吧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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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